兄弟 您觉得三十多万 这车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配置呢 座椅通风加热 再猜 再猜 沙发 采电 大冰箱 格局小了 这些配置它全都有 并且它还给你配备了欧义门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芝家试车 在我身旁这台车是高河的最新作品 高河外 然后继高河X跟Z之后 其实这款车更像是一个走量的车型 并且其实它在上海车展的时候 就已经亮相过它的外观造型了 这一次咱们在北京上市之前 先来体验一下它的静态部分的内饰环节 并且还有道路试驾以及场地试驾的环节 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咱们先从外观开始聊 因为之前有过静态外观部分的一个解析了 所以咱们只聊一些重点 车头依旧是这种非常具有家族化的一个设定 两侧的大灯 自由度很高 可以自定一些图案 并且它整个的效果 包括照射的距离都很不错 然后夜晚点亮之后 它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然后与此同时 其实车头还有这种很多系统化的设计 比如说可以自动式的主动闭合的一个前格杉 包括两侧的一个小的风道 其实可以帮助车辆梳理整个车头的乱流 并且它的风阻细数也达到了0.24 这样的一个数字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水准 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 来到侧面先来看一下尺寸 它的车长已经接近了5米 轴距有2950毫米 所以说整个车看上去非常的舒展 并且它的体积感要比它的竞品 ES6要更大一圈 轮圈是一个21英寸的 并且它整个的造型 我认为非常的好看 有一种这种低风阻的设计 然后的四肢轮胎是P0的 但是它的低配车厢 我们今天拿的是一个高配的四驱版本 低配的两驱版本 是一个邓路浦的节能轮胎 前面说到 其实它整个的风阻气数非常的低 所以说它侧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门把手 都是用这种按键的开启方式 与的同时 它的外后置镜 也采用了一个无边框的设计 这样一来除了视野更好以外 其实它整个梳理乱流的一个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除此之外 其实它两个门板的上方配有毫米波雷达 底下是四个超声波雷达 其实刚才我们在静态的一个体验区域 也体验一下它开门的一个效果 如果在这边有障碍物的情况下 并且是底下没有上面有的情况下 它可以完全的避免碰撞 这一点也是很多配备欧易门 或者说这种电动门的厂家目前没有做到的 欧易门其实打开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轻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完全的打开 并且今天北京下了一些小雨 刚才在小雨的过程中 其他上方不能开闭 只开底下的门板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智能化 或者非常人性化的 好 咱们再去车尾看一看吧 车尾的造型相比车头而言更加的简洁一些 也主要就是贯穿式的一个LED尾灯 两侧是一个外字型的造型 但是整体的样式上 我认为真的很像博远 车尾的配置也是比较全面的 后方有两个摄像头 一个是350全景景象的 还有一个是流媒体后视镜的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后备箱 打开之后 其实可以发现它整个的尺寸 包括它内部的一个平整度都是很好的 然后这是一个设备箱 它是接近21英寸的一个登机箱的情况 所以说放下三五个人的行李 我认为是不在话下的 并且其实它的整个的后排座椅 也是支持一个四六分比例放倒的 可以拓展更好的空间 与同时底下是没有备胎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几十升的容量 可以放一些杂物 比如说您的玻璃水可以放在这里 并且它车头还配备了前备箱 前备箱的容积是85升 如果您有更多的杂物的话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 好了 现在咱们坐入车内了 这也是Hi-Fi外的首次内饰曝光 所以咱们来细细的聊一聊 前排一共有五块屏幕 所以咱们来一个一个说 首先前方主驾驶位 是一个12.3英寸的全景表盘 配上一个22.9英寸的HOD 但是其实这两块屏幕 或者整体的效果上 我认为还是和它的竞品 ES6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它的细节 细腻程度不够 第二点就是它HOD的清晰度 也稍微差一些 我认为这部分高盒还需要再细细的打磨一下 中控屏尺寸是一个17英寸的 它的最高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 它的纵向的分辨率也有3K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它整个的清晰度 我认为还是很好的 但是和全景表盘有一个相同的问题 就是它的UI的清晰程度还是不够 并且它整体的操作逻辑 或者说按键的一些排布 我认为还是稍微繁琐了一些 然后如果想找到这种菜单的界面 还是比较难找的 但是其实这种屏幕有一个小槽点 就是在下拉菜单的时候 并不能调节车内的一些功能 然后如果想快速的操作车内功能的话 是从右往左滑 这一点我认为还是有些反人类的 车机配备了8155的芯片 所以说这块中控屏 整体的流畅度还是很OK的 熟悉高盒的朋友肯定会知道 它的高盒在中控屏 是可以自由的调节摆动的 然后这块屏幕依旧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但是相比于高盒在那种 非常赛博朋克的感觉 它还是稍微收敛了一些 它的机械臂在它的后方 它的整体的尺寸 包括它的调整的幅度都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这25度的调节之后 其实主驾驶是可以很方便的 或者说很清晰的看到中控屏上所有的信息的 好看完了屏幕 咱们再往下看 底下有两个UIBC的接口 并且整车配备了英国之宝的音响 一共有25个扬声器 支持7.1.4升档 副下屏是一个15英寸的尺寸 整个的分辨率是一个2K的水平 然后配备的芯片是8250 其实它约等于就是一个安卓的平板 内部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比如这个FM包括视频软件都是有配备的 并且它也支持蓝牙 连接游戏手柄或者是耳机 这样一来如果副驾驶娱乐 主驾驶在开车的话是完全不受干扰的 最后一片屏就是中间位置流媒体后视镜 它整体的视野包括清晰度都是很好的 这样一来有助于您夜间行车的一个安全 之后咱们再来看看前排的一个材质 包括座椅的情况 首先整个车内其实用了非常多的真皮面料包裹 包括这种门板上的缝线处理都是很高级的 整体的材料都用的很好 然后座椅的质感属于那种手感很好的 并且它的腰部支撑也很到位 余的同时其实它前排的配置也很充裕的 配备了座椅加热通风还有按摩功能 头枕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向前突出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这里的支撑也很好 余的同时它整个方向盘也都是安法真皮的 之后就是储空间其实前排还是比较标准的 首先在这里有两个杯架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平面可以放一些杂物票据什么的 然后底下做了一个掏空的处理 可以放一些水瓶都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并且这里还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并且它还做一种防滑的焦点 而它的角度也是那种很倾斜的 所以说放在这里手机不会掉出来 然后再往后看 中间就是给你做冰箱的位置了 内部的空间也很大 放了四瓶可乐 外加三瓶龙湖山泉 并且它的至冷至热都是有的 冰箱有了 承动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充裕的 现在是我的一个驾驶位 方向盘都调整好了 头部对于我来说一拳四指 或者接近两拳的一个距离很不错 但是其实前排有一个小槽点 我一定要说 就是这个屏幕 它的底下这部分非常的尖 刚才我在场地内做迷路 或者在绕桩试驾的时候 非常容易磕到腿 其实这个位置 我真觉得可以做一些包裹 或者说重新设计一下 整体再往上移一些 就不会磕到腿了 好那前排咱们就要这么多 下面咱们去后排看看吧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慢慢的上车吗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它整体开启门的速度 我认为还是比较慢的 如果是新级的朋友的话 肯定会有些着急 它的仪式感真的太强了 好咱们做出后排了 先来看一下乘坐空间的表现 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腿部 一拳三指的一个距离 头部 这里有一个掏空的处理 因为上面是这个可以开启的欧翼门 有一个一拳三指的距离 表现还是很好的 然后玉子同学 其实它后排的乘坐的舒适度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为什么呢 首先整个后排坐垫的长度 达到了518毫米 所以说它整个腿部的乘托是很好的 并且它的背部的腰靠 它的柔软程度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认为坐在这里还是很舒适的 后排的配置还是比较充裕的 首先两侧都有这个三档的座椅加热 前面两个UBC的接口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储槽 两侧壁柱上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与同时中间有这个辅鲁箱 并且两个背脚 后排中间位置的情况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它的坐垫是很平整的状态 与同时它的前面其实可以完全的放下脚 并且是没有地毯的 所以说如果后排坐三位乘客的话 我认为整体的乘坐感受还是OK的 并且厂家表示后期其实高配的车型 后排会有两个小桌板的 如果您在后排办公的话 我认为有个小桌板之后会更加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下起了小雨 但是在上午的时候 我对这个双电机的四驱版本 在场地内做了一个试驾的体验 其中项目比较丰富 首先就是这个迷路测试 在迷路测试环境 其实这台车从A区进入B区的时候 ESP对它的限制并不是很多 更多的会交给驾驶员去操作 整体的自由度 包括整个车尾的这种灵活度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其实厂家还准备了一个竞品车型 GLCL 对比它而言 GLCL是那种比较沉稳 比较安全的一个设定 稍微轻轻移动方向 ESP就会立刻限制车轮 随后就是后方的金卡纳的区域 其实它也设置了很多的小的关卡 然后比如说一个小的加速环节 然后S的绕桩 包括一个大的掉头弯 还有绕桩的部分 总来说 其实这台接近5米的大车 在整个金卡纳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主要原因就是后轮转向系统 帮助这台车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弯半径 以至于这台车 在这么一个狭小的路况下 并不是显得那么的笨重 并且其实它的前面刹车 是一个四国载卡线的 Brambo的刹车 所以说在这种减速带的区域 也可以做到一个 很好的制装效果 并且双电机版本 它的最大功率 已经达到了371千万 同时它的零百加速 只需要4.7秒 好下面就是道路试驾的环节 不同于场地试驾 这台试驾车 是一个单电机的后驱版本 最大的输入功率是247千瓦 然后它的续航是810公里 然后配备的是一个 114度电的一个电池 其实总来说 这台车整体的驾驶感受 我认为是非常家用的 相比于它之前的一些车型来说 然后它的底盘质感 属于那种比较有韧性 但是初段又比较柔软的 整体如果通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余震 但是整体这台车开起来 我认为是最适合购买的那台版本 这台车依旧配备了非常多的这种驾驶模式 除了经济 舒适 运动 还有一些自定义的模式 然后其实是在舒适模式下的时候 它的加速表现 我认为还是很OK的 然后如果在运动模式下的话 它的零摆的最好成绩 官方表示能到6秒8 6秒9的样子 我认为这种小7秒的一个零摆 加速的表现已经足够应付 这个日常道路的一个超车 或者并线的动作了 并且其实它电机不是那么大的话 对于它的续航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我认为这台车转向手感 还是那种比较运动的 其实它中间区位并不是特别大 稍微轻轻动一下方向 整个车头就会有一定的响应 如果是运动模式下的话 其实它整个的转向的速度 或者说整个的反应会进一步的加快 然后如果日常的话 我认为这种舒适模式就足够了 这台车的制动以及动力踏板 都属于那种比较灵敏的 超微轻轻的一碰 就会给你一定的反馈 并且制动踏板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 如果在运动模式下的话 它会更加的激进 出段就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制动力 对于日常 如果在城市间道路跟测的时候 我认为这种灵敏度 还是过于紧绷了一些 但是如果调到这种标准模式的话 依旧是这种的感受 智能驾驶方面 这次试驾并没有体验到 因为它目前的智能领航 然后包括道路的车道保持 都没有开通 这只能等上市之后再去体验了 噪音部分的表现 我认为这台车还是很好的 首先其实它的轮胎配备的是 节能的登陆普的20英寸的轮胎 它的胎臂会更厚一些 这样一来 其实车内的震动 包括噪音都会更加的小一些 与的同时 其实这台车针对噪音 也做了非常多的优化 比如说整个前挡风的角度 然后包括车内很多震动的点 以及传入噪音的点 厂家也都做了这些优化 所以说就算今天是下雨天来试驾 它的前挡风 包括整个车内的静迷性 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但是当车速真正的起来之后 会发现前挡风的噪音 包括雨声 还是会稍微大一些 最后其实这台车在行驶中 还有两个小细节 非常值得一说 首先是在打转向灯的时候 它的方向盘上会有一个提醒灯 如果是打往左去的话 还是从右往左的一个指示灯 如果打往右去的话 是从左往右 很有意思 第二点就是这台车 还配备了换挡拨片 它实际的作用 是来切换驾驶模式的 日常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经过一天的试驾体验 其实我认为这台车的优缺点 对于我来说已经比较明显了 首先其实这台车 还拥有着不错的一个运动感 它的底盘调的属于那种 不是那么的舒适 整体的韧性很强 并且它的加速能力也很不错 然后它在整个的动力 以及续航方面 做了一个小的妥协 如果您选择810公里 这种长续航的版本的话 其实它的加速能力也是不错 可以达到6秒8左右的一个 零百加速 车内外的配置 也是非常的充裕 车头的头灯 自由度很高 可以定义各种的图形图案 然后车内其实它还配有了 座位加热 座位按摩 座位通风 后排也有座位加热 并且它有全系标配的一个展翼门 这个配置在同级别来说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最后就是一个导过的环节 相比于它后面的这两位大哥 Z跟X来说 其实这台车官方肯定是 想它更加的走量 目前的预售价是一个36万9的价格 相比于X和Z来说 其实它更加的亲民了 但是和它同级别的竞品车型ES6相比 其实它整个车内外 包括车内一些屏幕的UI设计上 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小的槽点 或者说有一些升级的部分 那大家会不会选择它呢 评论区咱们来聊一聊吧 我是七月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